台灣藍竊小貓和魚兒爬上了廟宇屋頂 帶觀眾進入想像天地 我當初設計這個廟的概念 它是一個小朋友印象中的廟 因為這場戲在我們新片裡面 它就是一個小女孩想像的一個過程 這個主角叫小三 像它因為有穿百褶裙 那個裙子就是跑或是什麼 在動的時候都要能夠飄 所以裡面每一個褶裡面都有骨架 巧手一捏 動畫是黃云賢為人偶演繹動作 做造型抓表情 熟練的指尖功夫來自從小 和父親學做捏面人的扎實打底 他和同樣學設計的大學同學唐志忠 拍停格偶動畫 想為捏面工藝的保存和呈現 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魚璇她把它做成立鐵工材 做成故事做成偶動畫 我就發現她好像跟我之前的想像 是完全不一樣 算是被吸引吧 就開始希望可以就一起來製作 後面的作品 捏面記憶在攝影棚裡轉身 成為造型的工具 黃云賢發揮捏面實力游刃有餘 不過跨界拍停格動畫有新挑戰 開發原創故事燒腦力 拍攝過程耗體力 你會拍到生氣 就是動一下拍一張動一下拍一張 然後你也知道就是拍前十張還OK 可是你拍到第五十張六十張一百多張的時候 如果他有點拍錯了 然後有點拍不好了 然後你又調不回來 或是你踢到桌子了踢到腳架了 你會很很想死 很想要把自己的腳剁掉 十年來黃云賢和夥伴完成三部原創短片 技術和速度明顯有進步 證明捏面偶動畫是條可行的路 也讓家中長輩轉變態度樂觀其成 前半段初期的時候 因為轉型太多不確定 所以他們可能會比較觀望 比較擔心一點 可是之後經過這幾部作品 就是確定他這種技法可以轉成 就是我們停格不用開模 不用3D鏈影 我們是可以靠這種傳統記憶把它轉成 停格動畫的 那現在只是我們如何把它做得更好 提升拍片的技術和內容 是為了增加國際競爭力 目前全球動畫界 除了美國和日本兩大動畫王國產量多 讓院線放映和輸出的機會大 其他各國動畫作品拼曝光 國際影展是最主要的舞台 在地動畫其實各國都很蓬勃 台灣其實也一直很蓬勃 可是他無法 他不會輸出 除非是影展 除非我們特別去抓 黃英賢和團隊帶著作品 到各國影展走了一圈 發現原本拍片 只想保存捏面的單純任務必須升級 因為國際間 很多人還是不認識台灣 說台灣的故事 強化台灣的文化鋪馬和音樂元素 一起打包出去 成了現階段的目標 之前有聽一個外國導演說 其實他們希望他們看到我們的東西 而不是做他們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特別就是 突然就是在思考什麼 這個只有這個地方有 別的國家都沒有 我們這一代的話 我們可能會覺得 對文青風啊什麼的 就覺得很膩 可是我們會發現外國人很喜歡 因為我之後就聽過香港朋友 很喜歡我們的就是文青感 所謂的文青感的東西 因為他們沒有 那後來我才會驚豔到 你們沒有的感覺 所以會覺得我們慢慢的發展出一些 我們自己的特色的東西來 然後是其他 我們以為文化相近的國家 其實沒有的 在台灣 專職從事停格動畫製作的人 不到20人 圈子小 常常互相支援 也透過辦獎作 經驗分享和校園教學 希望吸引心血加入 累積台灣動畫能量 因為像小鞋他們得獎其實 對大家都是一個大鼓鼻 就是覺得這個地方在慢慢發展 然後也是其中一個 我答應去當獎師的原因 就是一個班 大概會有兩個學生 就是很喜歡 會問有沒有實習機會啊什麼的 對 如果這些人 都慢慢培養起來的話 其實會越來越多人在做這個 像北一大 台一大 南一大 還有各個有一個數位 數位多媒體戲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的戲所 也都在做動畫 甚至不是做動畫的戲所也都會做動畫 只要我們只看市場面的話 我們會覺得台灣 沒有太多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 我們潛在的能量是很強大的 唐志忠和黃云賢 接下來計畫拍攝長片 結合影像 音樂和故事敘述的挑戰 自然加倍 他們想要衝在前頭做示範 拋磚引玉 不想和上一代工藝師傅一樣 到年老技術快失傳了 才在著急後繼無人 傳承要在狀況好的時候 師傅你要捨得 因為技術反正人死了什麼都帶不走 你一定要捨得把你的技術推出去 徒弟自己要有意識說 好 功夫我學了 我一定要創新 我要做的跟師傅不一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會呈現很多元的面貌 這樣是好的 這樣才會百花盛開啊 古老的捏面搭配創意轉型成功 黃云賢畫老技衣為養分 灌溉亭歌動畫這株新苗 儘管選擇的是一條很窄的小路 他相信走下去一定會有更多人加入 一起迎接終點的美麗風景 黃云賢畫 黃云賢畫